圆明会111年原住民族公共建设扩大推动汇报 花莲县万荣丰滨和光复三个乡镇执行度获得肯定 尤其光复乡连续两届或特色道路级移居计划工程执行机优奖 乡长林清水他亲自受奖并且表示说 未来会持续积极争取建构部落的有限环境 乡长林清水从圆明会副主委胡宋格拉芳案手中 带回来的执行机优奖座与109年同一奖项的奖杯一字排开 这是光复乡公所推动中央计划工程高强度执行率的成果 你们拿两项吗 本月22号圆明会在高雄原山饭店办理 112年度原住民族公共建设扩大推动汇报 继111年度执行机优颁奖典礼 针对全台客县份乡镇市执行111年度 全国原住民族地区的原住民族部落特色道路改善计划 移居部落建设计划 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环境品质提升计划 以及原住民族地区工程施工查和成绩优良 评选机优机关单位进行颁奖 其中光复乡再度获得特色道路 及移居计划执行机优奖地方予有荣烟 公共相公所今年度很荣幸得到 我们原民会110年公共工程建设两个奖 那今年每年度有三个奖 三千奖我们今天得到两个 一个是我们的特色道路品质改善 另外一个就是原住民族部落居住环境的改善 另外一个是茶盒 我们都要前两项 很不容易 那我们谢谢原民会上级队们肯定 也谢谢我们的同仁 尽心尽力把这个事情做好 希望再去再立明年能够才得到 然后最近三年来我们都得到特色道路 就是光复乡所对于原住民部落 环境改善的道路附设 真的做到上面的肯定 光复乡公所继109年获颁 原民会原民地区公共工程执行绩效奖后 111年度又再度获得评选肯定 不论是特色道路建制 还是部落环境提升改善 近几年来争取执行的经费 加总也超过5000多万元 乡长林清水除了是感谢公所团队的努力 以及部落族人的支持配合 未来林清水说 今年度已经争取将近1000多万元的 工程计划经费 持续推动争取来建构部落友善环境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导